萍子仔 我們現在要去吃點餐 來台北車站的二樓圍門廣場 這次想要吃的是印度料 那我們就've行到 有一個區塊叫美食共和達那裡看看 去吧 然後看了很多餐廳之後被後面這個看板給吸引 然後不知道就是到底我們等一下寫出來的料理是不是會跟上面一樣這麼好吃 好 我們去點餐囉 Let's go 老闆有推薦的嗎 呃 有啊 我們今天有想要吃烤餅 烤餅都會有烤餅 我就給你加點烤餅 你說什麼烤餅的烤餅 你喜歡吃羊肉嗎 可以 羊肉 你要這個 一個這個 兩個都有烤餅 好好好 來 我們剛剛點的餐來了 然後這個呢 是老闆娘剛剛推薦的雞肉的咖哩 然後因為我不太敢吃辣 所以我剛剛有要求老闆娘幫我做no spicy 然後老闆娘的很好 就是幫我特製了一個沒有辣的就是這個雞肉的咖哩 那我們現在就來吃吃看它的那個味道怎麼樣 然後它的雞肉其實蠻大塊的 你看 每一塊都是這麼的大塊 然後裡面大概 我剛剛稍微看一下大概有六到七塊左右 所以這樣子的一份其實我覺得蠻扎實的 然後份量也算是夠 然後也可以一個就是 搭配就是可以選那種薑黃綁或者是這種烤餅 然後剛剛其實就是跟老闆娘聊了一下 然後老闆娘可能覺得我們兩個很可愛 所以就是給我們一碗半 然後讓我們可以來試試看這樣子的 食物到有多麼美味 肉質是很嫩 而且可以吃得到一絲一絲的那個口感 然後薑黃的味道其實沒有很重 所以如果你很考驗薑黃的 因為它就是淡淡淡的味道 然後再來是 我們除了雞肉之外呢 就是老闆娘剛剛還有推薦我們另外一道料理 就是這一個 他說他們這裡很推薦的羊肉的咖哩 然後羊肉的部分的話也是就是 整盤都是滿滿的羊肉 然後羊肉有多大塊 跟起來帶骨 吃下去覺得超爽的啊 然後我們現在來吃吃看 羊肉是不是也跟雞肉一樣好吃 但是我覺得羊肉也蠻好吃的 但是你要實話說 這個羊肉其實有一點點燒味 所以如果你討厭羊燒味的話 這一道料理可能要增煮 但是如果你很喜歡吃羊肉的話呢 這道料理絕對推薦你一定要點 因為它真的是羊肉很酷 而且搭配那個咖哩的醬汁 這個調味真的蠻好吃的 烤餅是張臉的大小 還有臉還大 超紮實的烤餅 而且就是很淡淡的麵粉味 然後就是有這種炭烤的 剛炭烤完的橫汁 那我們現在就來吃我們的烤餅 烤餅很有嚼勁 如果你剛問我說如果 像黃飯跟烤餅你只能選一個的話 我強烈的推薦烤餅 搭配就是泡山你可以選擇影片 然後我們就是選的呢 就是這個 就是昆的印度奶茶 然後剛剛其實在拍的時候 就有聞到它淡淡的印度奶茶的味道 其實真的超香的 然後另外呢 除了飲料之外 還有這樣子的涼拌小菜 然後還有一碗 就是不知道是什麼的 裡面有豆腐跟豆芽 蠻好吃的 那我們現在要認真來吃飯 我們剛剛吃完午餐了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來台北車站 有點意外的印度料理 就記錄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你覺得今天好吃嗎 那你就喜歡哪一個 羊肉 還有烤餅嗎 奶茶好喝嗎 整體上給幾顆星 1到5分 40顆星 很高分耶 我是演技生活 我們下次見